你觉得主持人抢了赵露丝的美貌吗? 尽管看起来与其他主持人非常相似,但露丝却穿着量身定制的西装,一副陌生而空灵的样子。 这导致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而不是主持人身上。 既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后,5月26日,有网友晒出赵露丝演出照片,网友纷纷表达对他身体素质的担忧。 赵露丝在评论照片时称自己不胖,身材还不错。 看网友们在照片上加的字眼,显然也有不少人赞同这个评价。 95后,赵露丝是年纪轻轻的女明星。 她现在的年龄是22岁,已经很久没有在演艺事业上投入太多精力了。 露丝出席活动的照片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。 他们经常讨论露丝和他在青少年中的受欢迎程度。 如果有人称露丝为少年,没有人会反对。 20多岁的人不应该穿着需要正式着装的活动。 这也是赵露丝的装扮不适合这个场合的原因。 她穿着黑色夹克,黑色裤子和黑色高跟鞋。 此外,她穿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和下装。 赵露丝一身正装,展现了她作为女明星出色的造型能力。 她的体型表现出出色的控制力,她甚至看起来不错。 这种组合以黑色为特点,没有任何添加剂,这证明了赵露丝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模型。 赵露丝匀称的双腿掩盖了任何肥胖,她的长而细的腿令人印象深刻。 不过,她的脸还是有点胖乎乎的,显得可爱又讨人喜欢。 人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赵露丝身上,而是放在宿主身上。 这一点通过网友在评论区留下的评论,就可以看出。 有人评论赵露丝的长相,说她没有主持人漂亮。 还有人评论说,虽然赵露丝很可爱,但还是觉得主持人比较漂亮。 赵露丝穿西装的特写和主人同角度拍摄的照片,证实了主人,非常有魅力,身材也很好。 我觉得赵露丝很美,不像主持人的美,很久没开了吗? 杨阳特战荣耀超然花,一改小鲜肉形象。 新电视剧特殊战争荣耀由杨阳主演。 此前好莱坞制片人在选角阳的项目时,选择主角是为了强调她的重要性而忽视其他演员。 该节目的情节独特,竞争对手很少。 这部电影的制作条件通常被认为极其困难。 结果,很多人怀疑演员们是不是一头雾水。 光荣的特战,删减的场景这次上映,故意给观众一记耳光。 备受期待的电影《特殊战争荣耀》由江陆霞、李亦彤、杨阳主演。 这是一部衍生电视剧的军事剧情片。 在主线剧情中,杨阳饰演男主演破月。 身为兵中之王,伸手出众,无论如何都要全力以赴。 但是,他也会有缺点,需要处理和改正。 这是因为他的乐队的音乐整体上不合拍。 经过艰苦的工作条件和不断的压力, 这支特警部队的成员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李亦彤饰演艾千雪,在极端条件下,他开始佩服队友。 他和他的新战友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,成为团队中成功的一员。 杨阳因在电影《红楼梦》中饰演成年贾宝玉而涉足影视行业。 正如他进入这个行业所证明的,那样,他非常热情。 杨阳擅长演戏和刻画人物。 参演了《盗墓笔记》、《左耳》、《微微一笑很清诚》等多部电影。 这些电影在电影观众中非常受欢迎。 在他上综艺之前,大众看到了杨阳不一样的一面。 之后,杨阳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综艺节目,这说明他的参与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 很多观众在拍特别战争荣耀的时候,就没有注意到杨阳,甚至有人声称他的角色不会因为营销少而上当。 这是不可能的,杨阳在这部非常成功的战争荣耀电影中的表现,其影响力是开创性的。 杨阳投射出一个小而强大的小男孩的形象,他统治着他的臣民。 他总是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角色,但他崇拜的粉丝证明他错了。 他们期待着他未来的表演,并发现他们非常有趣。 杨阳的脸在电影中比现实生活中要黑得多。 他的阳刚之气完美地体现在他的画中,其中包含着很多心理。 杨阳的硬汉形象,凭借正面的刻画和泪水,提升了影片的整体品质。 泪流满面的场景增强了杨的性格,由于他富有表现力的眼睛,观众可以立即关注屏幕。 尽管他的容貌苍老,但他能感知到他脸上波动的杨阳。 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,肯定会发现自己对杨阳的看法有所不同。 不得不说,很少有娱乐圈的演员能像他在拍戏时那样专注。 当艺术家购买营销和角色设计服务时,他们通常会喜欢这个想法。 然而,他最终不会取悦大多数观众。 相反,这会使人们感到困惑和无聊致死。 这更像是一部专注于演员的电影,他们对自己的手艺足够关心以打动人们。 杨阳的新剧无论是剧情,还是服务,自然给人一种恐吓感。 我之所以这么相信,是一位杨阳那令人生畏的行李,以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神,令人陶醉。 这部剧一播出,相信很多人,都会被他的观众表现所折服你们期待这部剧吗? 吴磊透露秋冬男人的观点,真正的男人,不应该在裤子里穿长裤,这才是他们应该穿的。 吴磊在北京电影学院成立70周年之际接受主持人采访。 主持人问了他很多问题。 其中一个问题特别有趣。 主持人问吴磊有没有穿长裤。 认真地告诉主人,真正的男人从不穿长裤。 你知道这是男人的尊严吗? 答案太可爱了。 主持人提醒吴磊记得归还图书馆借来的书。 吴磊同心出道,已经是老戏骨了。 越老越帅,一起来看看吴磊真正的男人穿搭方法吧。 三岁出道,吴磊曾拍摄,策划过电视剧,曾与多位明星合作过,如少年杨家将军,风神榜的凤鸣奇山,魔剑生死奇,身宅,家有外星人,我老婆,狼野榜,神雕侠侣。 可以说,吴磊是大家从小见过的,20岁的花样年华,他的一些配饰也很不错。 发带不仅止汗还可以装饰。 有刘海的男士可以尝试购买一款时尚的发带,挖造型,发带在发夏,若隐若现的样子充满了运动的青春气息。 一件T恤,一件牛仔外套,一条牛仔长裤,整体搭配显得前卫不凡。 吴磊的情商很高,曾经有媒体采访吴磊,问他一个女生胖多少斤,吴磊雷回答说,女生,不管怎样都算瘦,不能说女生胖,真的很会说话。 他明明有长的好看,可以当偶像明星,但他有自己的梦想,那就是当偶像明星。 导演,作为演员,他也很努力。拍戏时,他会尽心尽力地研读剧本,背台词,注释剧本,勾勒关键部分。 吴磊一向看起来很有礼貌。他穿着西装。有时,总有一种与你的年龄不符的稳定感。 绿领羊毛上衣搭配短款西装上衣和黑色长裤,让你有小男人的感觉。 因为吴磊年纪小,看起来还是少年的样子,182的身高,很多款式的衣服都能轻松撑起。 男士外出时通常会佩戴运动包或商务包。有一些女孩的纯色包包。男人穿着它们,气质特别。 就像吴磊戴的这个绿色包包,多了一种张扬的感觉。春天,男生保暖也很重要。 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,如何优雅又火辣。下面的一组既温暖又精神。黑色和灰色的配色方案也相当不错。 选择修身版型的羊毛加丝绒外套,里面有针织羊毛,可以搭配牛仔裤或长裤。 这种风格看起来轻巧熟悉,低调又不失美感。西装搭配羊毛开衫,显得更加青春活泼。 抛开西装的正式感,不穿西装外套,换上羊毛开衫,增添学院风休闲感。 碎花衬衫是大多数人都不敢尝试的款式。 有90年代的复古气质,一不留神就会给人一种老气,花少,憋了的感觉。 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模式。 如果不选择太多的图案,会显得杂乱无章,而且会有点烦人。 简单的图案点缀,给人一种清新时尚的感觉,仿佛置身夏威夷。 休闲的度假风格。 吴磊的穿搭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 你了解里面的穿衣技巧吗? 一起成为时尚宠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